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好 開放這個 我們今天的醫學組織聯會的記者招待會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是盧思潔醫生 醫學組織聯會的前任會長 首先多謝各位的傳媒朋友 今天來出席 我首先會逐位的講者介紹 不過先請我們醫學組織聯會的會長 很快地介紹一下 我們醫學組織聯會 首先很多謝 今天的傳媒和記者朋友 我們明明為 醫聯同心抗疫戶 香港的一個 記者招待會 我們今次的招待會的題目 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 預防和控制 首先講講 我們醫學組織聯會究竟是 我們醫學組織聯會 是在1965年成立的 其實我們是 香港的 所有的醫科學會 牙醫學會和其他 匯理專業學會和專職醫療的 學會的一個總會 其實我們 裡面的會員 是超過五萬人的 總共現在是有142個學會的 總共現在是有142個學會的 我們會的宗旨和使命 其實我們就 而堅負著這個 專業團體的代表的身份 即是統投香港特區裡面 有關於各個醫科 牙科和專職醫療的一些活動 藉此團結大家的力量 才是提高香港的醫療水平和維持市民的健康 這次為什麼我們會搞記憶之路 最主要是因為 新型官員的病毒 現在世代已經名為COVID-19 其實我們 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這個病毒 其實我們 用到這個病毒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都不太理解 這個病毒的傳播 他們怎樣發病 或者怎樣預防 所以我們希望藉此機會 團結我們 香港的醫護界 和其他專職醫療 一起去面對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口號 我們正在討論 就是醫聯同心抗疫護香港 全民防疫由自身做起 我希望今天藉此機會 我們連同其他的知名人士 我們今天請了很多其他專科 傳染科 和微生物科 和其他不同的專科界別的同事 一起去 這個專題 深入了解 而做到一個全民防疫 由自身做起 真的 因為這個病 其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一個威脅 其實我們首先就是要自己做好自己 那我想將以下時間交給劉思潔前院會長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好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先請 我們的醫學組織聯會的屬會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學會的會長 黃千佑醫生 先向大家再 好 簡卻地講一講 準確地講一講 這隻新型的病毒 謝謝 謝謝 這些 我不是要再進去 我等我的 把電話開座 叫做 叫做 說 沒了 不去 就 不去 不要去 大 你 法定人數不足 我相信大家其實在新聞上一直有很關注這個病 自從12月底之後發現 現在短短一個多月之內 其實很多船頭有20多個國家以上有這樣的個案 下一張謝謝 這個就是每天在內地報出來的個案 在12號大家知道有一個轉了個個案 又用一個醫療案件 就是有一些臨床的數字 所以這個不是完全反映現在的情況 下一張 看到其實現在很多的地方 包括歐洲、中東、美洲、澳洲和東南亞都有這樣的個案 下一張 現在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是 疫情初期的時候 最初都是主要是由湖北和武漢出來 現在是橙色那些 那更是及後呢 其實有一些就是 在其他國家 已經在去了其他國家之後再傳的 然後有一些是沒有旅遊的歷史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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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在一些遊船那裏 深藍色那裏 所以其實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影響的 那下一張 那我想 那些專家說回感染控制之前 想說一說 有兩個概念 有關於傳染病 那第一就是 那個 我們就是 那個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就是有一個人可以傳播給多少人 那看到 其實 有這兩樣東西 是有兩樣東西 是有影響的 第一就是說 它會發病率有多少 那個attach rate 第二就是說 它接觸的人有多少 那 而這個數字呢 就是一直這樣轉變著 隨著疫情 隨著你的監控 就是那個 控制那個措施 也都是會 令到那個數字 是會減少這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在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一舊 就是有人傳人 這個確實是一定有的了 還有就是有 家庭之間的群組 或者是一些群組的 互相接觸 那現在看到這個 所謂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其實很多研究 由最初 就是1月 12月到1月 都出了很多的數字 其實都差不多 通常都是2至3 左右 也都有一些研究 看看它是否用 最初爆發的時候的數字 去到3至4 那相比呢 那相比呢 SARS呢 其實後來 最後的一個結論 都大概是2.5至3 那其實 譬如 比我們平常的 季節性流感 大概1.5 那也都 譬如說一些更加傳染性高的病 譬如 水痘 或者麻疹 這個數字 是可以更加高的 那看到 其實這病呢 其實它 最初 那當然有一個 潛伏期 大家現在都覺得 是有一個潛伏期 那 而潛伏期之後呢 它大概是會 7至8天 就會開始 如果真的 嚴重那些 就會開始 病人會棄速 甚至如果是 再差的 就會進入 深置治療部 不過 就看回 最初期的病人呢 其實 主要 就是嚴重的那些個案呢 是 有八成 是60歲以上的人士 那也都是 四分三呢 是有長期病患的 那 而 另一件事呢 就是 病在當它 沒有症狀的時候 那時候呢 會不會有一個 傳染的出現呢 那 現在是 看到有一些 這樣的 開始的 現象 那 但是這件事 會不會是 令到它 即是 及後 令到這個病 傳播的主因呢 暫時都不是 看到 是一個主因 那 至於 另一件事 大家最關注 就是死亡率 那其實現在 在初曝 就是這個 個幾月裏面 綜合來講 全球來講 就 大概是 百分之二 大家通常拿這個數字 那 但是 大家要知道 這個數字呢 其實是會 一直這樣修正的 因為其實 通常在 這個 疫症的初期呢 報出來的 那些 個案呢 都是一些嚴重的個案 那 所以 譬如 打這個比例呢 就是 豬流感當年 其實最初的一個月 兩個月呢 出來的個案 可能它那個 計出來的死亡率 可以去到 7% 那樣 但是後來修正 整個 完了之後呢 就知道 是0.02% 那 那 所以現在 我們會看到 這個新型 冠狀病毒 它隨著 越來越知道 多了 一些 比如說 輕微的個案 或者是一些 有接觸過 但是沒有症狀的個案 出來有一些抗體的呢 那 這個分母 就會越大之後 那個死亡率 應該就會 會 再繼續 下跌的 那 而SARS相比呢 就是大概10% MERS就是34% 那 那 這個圖是 當然是 在現在這一刻 相信的是這樣 那就是 由 就是 一個病去看 死亡率 在 打直 這樣看 那打橫就是看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那 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呢 它的特性 有 有少少 是傾向了 這個 流感那一類 因為它 其實它是 傳播性很高 但是它那個 死亡率呢 就是 整體來說 可能是 會偏低 比例如 SARS 那些情況 那 那 那些人 很多時候會問 會不會 變成一個 大流行 那 大流行 如果有一個發生 那一定有兩個 條件的 第一呢 就是說這個病 是一個新型的病 大部分人 或者是沒有人有抗體的 那第二樣呢 就是一定 是要有一個 有效地 持續的 人傳人 那 第一個 那我們當然現在是一個 新型的病毒 那 大部分人沒有抗體 那 第二個 我們還要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地 持續地 人傳人 那這個是再要有一個 流行病學的證據去 去支持 那 下一張 那 但是呢 我們 就算它是不是有效 人傳人都好 那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有兩樣東西 剛才大家講過 那那個 發病率 那 有什麼可以減低 那個發病率 那第一就是 就是 個人衛生 第二就是 環境衛生 接觸者的數字 那 我們有什麼可以減低 那現在很多的公共衛生的措施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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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 檢疫 還有 大家互相的距離 就是 分遠一點 那 都是一些 那 減少接觸的 那 我想 今天分享 這麼多 謝謝 謝謝 黃醫生 那 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們 真的要很感謝 我們的醫護 的業界 在 最近 這夜三天來 我們 跟這個疫症 在那 我們 對抗疫症的時候 我們醫護 全部都是 緊守崗位 是 也沒有 沒有一個零的感染 我們希望 可以做到一個 我們香港 是一個零感染的情況 那 接下來 我就會請 當我們在搞 一些 電腦的時候 我們就會 再請 我們另外一位 講者嘉賓 我們的 司徒永康教授 我們 香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 名譽臨床教授 也都現任 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 流行病學 及控制合作中心的主任 值得一提 當年 在SARS的時候 司徒教授 在馬例那裡 是負責感染控制的 不如請教授 司徒教授 多謝 我站起來講 好嗎 第一 多謝 今天 我覺得最好 就是很簡單 因為我是有份參與 世衛 它有些指引 我覺得如果可以 我今天想解釋給你們聽 很快 很簡短 雖然講不完 很簡短講 世衛的指引 特別對預防 對感染預防 有什麼意見 我再講 這些是世衛的 那麼 世衛呢 想開始講 就是 可不可以 這個 可以 可以 OK 那麼世衛呢 實在呢 可以了 OK 世衛呢實在不是 現在忽然間 整指引 他們很久 已經好像 這個是2007 這個是 它叫做 interim 就是開始已經整了 那麼 2014呢 就整了 整了很清楚 一個 正式的 正式 它叫做 ARD 就是 急性 肺炎 急性 肺炎 傳染病 這個 這個做出來 就是因為預備 全世界有很多肺炎 是不是 很多病毒 肺炎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預防 喏 想講一句 世衛呢 就很小心的 他們那些指引 要跟足科學的證據 英文就叫 要evident base 他就是 不是這樣 誰說誰說 要evident base 那evident base呢 這些證據呢 它就要拿完的 我們英文叫 systematic review 系統 回顧 系統回顧 就是拿完所有的證據 整完 那就跟實這些證據 才給他的建議 它也叫做recommendation 好像這個指引 我兩個都有份的 我參與了 他就找一班專家小組 我就坐在這些專家小組很多年 他就做了之後 好像這個指引 2014年那時候 他都出了 一共有十個建議 十個recommendation 那我們今天不會講了 他就拿了這些資料 舊時所有這些資料 他就堆了 最近就有covid-19 他就很快 搬起全世界專家 我們是用wifi 現在可以 真的坐了很多鐘頭 聊聊聊聊 那最後 很快 他就出了三個字印了 欸 欸 為什麼 出了三個字印了 今天我想很快 跟大家講一講 有三個 你可以上網的 全部都整好 一個就是 醫務機構 一個是 家庭護理 一個就是 怎樣用口罩 那當然是沒有時間講完 但是真的擠了很多鐘頭 跟足 我講evident base 我想講一個 一個一個 那開始講醫務機構 實際上如果你看他的指引 我們香港很多都在做的 醫務機構 這個分流了 我們英文叫triarch 大家都知道 香港醫院一定做完 分流 你進去 立即探望你的熱 看看你哪裡來 做足了 所以這裡講得很清楚 第一 世衛說 你要ensure triage 讓他有early recognition 香港有沒有做了 做了 做了 好像已經做了 所以香港是 多先進 可以這樣講 那 家族我想講 每一個意見 每一個recommendation 建議 他都一定加的 Hand hygiene 手衛生 我到處挺緊的了 個個他都當手衛生 手衛生是很重要的 所以待會兒 我們找了 世衛一個專家 在 Geneva 他會 directly跟你講 為甚麼手衛生 會很有功效 預防covid-19 OK 特意找出來 這個 第一 第二 第二 這裡講得很清楚 剛才就講分流 如果真的有證了 這裡講suspected or confirmed case 真的有證了 你要做甚麼 要隔離 這裡講得很清楚 Contact and dropless precaution 這個就是接觸預防 這個就是飛沒預防 這兩種預防再講 就是因為WHO不覺得它是空氣傳染 這個是接觸我要預防 如果空氣傳染 你做這兩個是沒有用的 但是因為WHO真的不相信是空氣傳染 所以contact and dropless precaution 已經夠了 OK 我不多講了 我告訴你 香港醫院做足了 私家醫院都做足了 有小房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想問多一點 遲些 但是我們做足了 在這裡一樣 又是守衛生 很俗說 你知道嗎 這個有時都有點稀奇 很多人又戴口罩 因為不做守衛生 其實守衛生 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我經常是戴實的 OK 這裡一講 要做守衛生 所以你現在找全世界最早的專家 跟你親自講一講 上一點點點 那是不是空氣傳染呢 這裡又是世衛 他就說不是空氣傳染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氣溶膠 空氣傳染就是氣溶膠 這些氣溶膠 一些操作才會 好像測效 好像如果你的 整個方式 氣管鏡 因為你插在廢上才有機會 所以 世衛不相信是空氣傳染 除非你有些我們叫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就是氣溶膠的操作 這樣才需要當成 對不對 法律上去講 因為這個實際 英國有個會 2014年他請了講書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是空氣傳染呢 講少了一分鐘 希望可以了 就是 這個表你看到了 1985年 1985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真的相信 科學家也相信 以為 如果傳染的肺 我們咳到氣那裏 那就好氣傳染 是不是 那為什麼不是好氣傳染呢 你看 以前什麼都裂了 什麼傳染病啊 病毒 我們都覺得是好氣傳染 因為咳到氣裡 原來你一感染 有很多分泌物 很濕的 你知道嗎 不是乾的嘛 那如果濕我們咳出來 很多水 很多分泌物 那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 就是 怎麼咳出來呢 咳 改不了 這個很重要的 大家看看 一大塊我們叫 飛沫 dropless 一大塊咳出來 明白嗎 不是氣溶球 不是aerosol 你知道嗎 是很大顆 dropless 現在咳出來 馬上掉到地了 可以嗎 那 aerosol 氣溶球 是氣的 氣溶膠 對不起 氣溶膠 aerosol 是輕的 飛的 所以不是傳染到 坐在最最後 都會傳染到給你的 氣溶膠差不多是這樣的 很小顆的 我們叫做aerosol 很小顆 看到嗎 好像煙一樣的 我們個個都是醫生 有幾個 看到我們病人有肺炎 咳完之後 開口有煙的 沒有的 是不是 所以 很清楚 我們世衛就不信這件事 但是很重要 不是就很不信 我們經過研究 這個 我也是 我有份研究 經過研究 就發覺真是 dropless and contact precaution 非沒 和接觸以防 真是有功效的 因為如果它是空氣傳染 這兩個不會有功效 還有 這個很重要 我發話說 這個在香港和新加坡做的 absence of aerosol 這個是怎樣呢 因為如果你想度 aerosol 氣溶膠 你想度 不容易的 因為很少 你度過了要看看 可以培養到 沒有時間說 我只是告诉你, 要用这些机器, 做出了, 这个研究, 9个案件在香港做, 你看看, 他用那个机器来量的, 真的有病毒, 全部咳出来, 又咳又讲话, 全部做完, 又咳又讲话, 但是一个都量不到, 有汽溶胶的病毒咳出来, 一个都没有在香港, 新加坡有6个案件, 一样,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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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是他写的, the outcomes of these two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gether, due to the similar and largely unexpected result, 一个都没有,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在世卫, 就很相信, 不是空气全面, OK, 除非你是做气溶胶, 的操作, OK, 我们叫他用家, 就是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那, 很快了, 你知道上海政府, 有段时间说, 宣布了是, 立刻, 中国的CDC都说, 不是, 是不是, 那, 西方的报纸都说, 你看这里, a recent announcement, by a Chinese health official, 就说, where the airborne route, COVID-19, died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lmost immediately, correct the announcement, OK, 够了, 我可以说到天亮的, 但是真的, 我们不相信, 是空气全面的, OK, 很快了, 家企护理了, 很快说, 西威静这个出来, 它开始立刻说得很清楚, 它不recommend, 如果你有病, 最好是愿意, 行不行, 直接在in hospital setting, 我们香港是这样暂时, 一定, 但是有时全世界的, in patient care可能不够, 是不是, 不够呢, 你就没有办法, 要在家里认识了, 暂时这个香港不是这样的, 香港全部是愿意, 但是, 世卫整理就因为, 不是个个国家都OK, 所以就有alternative setting, 但是他都说, 这个指引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在家里, 护理呢, 要有mouse symptoms, 就是轻微那些, 不用多说这个了,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叫你, 如果你一不舒服, 立刻看医生, 如果知道你是, 立刻会去医院的, 所以我们不会讲这个了, 最后就是口罩, 这个口罩都挺重要的, 如果你看, 它就在社区, community setting, 就讲怎么用, 当然又讲不完, 就这样讲, 让你看看而已, 在社区那里, 它讲得很清楚, 所以, 更重要, 我们政府都这么讲, avoid closed counter spaces, 很多人, 不要对上去, 是不是这一段时间, 还有, 在新加坡, 都是, 很多是, 一个教会, 有一大堆, 你知道吗, 第二, 他就说, 一米, 三尺, 真的, 如果你没有口罩, 都不用怕, 有人咳嗽, 你退三尺, 这个正明了, WHO做完研究, 真是三尺够的, 因为你咳嗽, 哪里会陆, 哪里会那么远, 是不是, 所以WHO, 肯写得黑白白, one meter, OK, 他写得很清楚, 又再了, 所以待会我们叫, serdinipete讲, perform什么, hand hygiene, OK, 有时真的, 你看到很多人, 有腦, 但是不做手卫生, 是不是, 这里, 如果你咳嗽, 麻烦你盖住你的口, 和鼻, 最后, 喏, 不要碰你的口, 和鼻, 这个很重要的,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皮, 到今天, 我们找不到一个病毒, 或者菌, 可以穿过我们的皮, 你知道吗, malaria, 药质, 你知道吗, 如果蚊想传染你, 都要转个洞, 是不是, 哇, 我们的皮, 那么厉害, 是, 创造是这样的, 我们的皮, 都今天很厉害的,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黏膜, 我们的眼, 黏膜, 鼻, 口, 所以我们还没戴口罩, 所以戴口罩就是, 因为我们的黏膜, 看下, 这个很重要, 细维讲的, medical mask is not required, as no evidence is available on its usefulness, to prot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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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sick person, 看到吗, 这个就是在社区, 社区有分的两种, 就是你没有象征的, 你健康的, 你有象征, 一定要带, 明白吗, 说什么, 如果你有象征, 一定要带, 你没有象征, 小孩说, 没有证据, 是帮到一个健康的人, 好像我这样, 所以今天我没有带, 你相信我, 我全部健康的, OK, 这个是世卫讲的, 再讲, 如果我健康, 我不用带, 但是如果我做医生, 我接触一些人, 可能咳嗽的, 我带, 明白吗, 因为我的病人可能咳嗽的, 所以我带来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你带, 说得很清楚, carefully cover mouth and nose, 要带着你的鼻子和口, 不要碰你的口罩,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是接触一个病人, 特别我们医毛人员, 接触一个病人咳嗽, 外面就骂了, 我真的要碰它, 是不是, 当然不好, 还有, 你脱, 很多人以为PPE, 最紧张就是要脱, 要脱得对, 脱都要脱得对, 因为如果你脱干时, 是干净的, 你脱的时候, 那时未必干净, 所以那时你脱了, 如果你脱得错, 更大祸, 所以脱和脱, 我们在世卫讲的, gowning and regowning, 一样很重要, OK, 最后一样, 又是要守卫生, OK, 这个很重要, 大家,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就真的请了, Dissert Didi Pate, 这个他说的, 他说, effective hand hygiene, is so important, 很严重, and will be effective, for the control of COVID-19, OK, 他说的, 所以, 我们认为了这就很快, 特意请他来, 跟大家, 真是, directly, 讲一讲, 但是讲之前, 我们想, 程姑娘, 讲一讲, 或者, 真是示范一下, 怎样戴这个口罩, 好不好, OK, 多谢, 我先说, 我先说, 是, 各位你好, 我今天, 就承接着, 司徒颖康教授, 我就想, 再讨论少少, 就现在, 我们用口罩, 在那个社区那里, 是怎样的, 我们所有的指引, 都是按照世卫的, 我也都是, 在网上, 或者在朋友那里, 我们那些, 感染控制的那些, 医生, 在其他的地区, 我都是去请教过他的, 所以, 我就想告诉你, 就是现在, 在外地, 又怎样去看这件事呢, 跟着最后呢, 我就会, 去示范一下, 我们怎样去, 戴好的口罩, 以及怎样去脱口罩, 加上呢, 我们怎样去做手卫生的, 所以, 我们很安全地去使用我们的口罩, 这个刚才, 司徒教授已经和你们说了的了, 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健康的人需要戴口罩呢, 就是我们要护理一个COVID, 就是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人的时候, 如果一个健康的人就要戴口罩呢, 就是说在社区的环境那里, 现在世卫也都说了, 如果一个健康的人呢, 他就不需要戴口罩的, 因为没有事实证明, 他是可以预防这个感染的, 那么其他的国家是怎样呢, 他有没有依从到世卫的指引呢, 那么我也都在网上就找到一些资料的, 比如好像这个澳洲, 他们呢, 就是写明not recommended, 就是都不建议一个健康的人呢, 在一个社区那里, 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他是长期那样戴口罩的, 就近一点了, 新加坡了, 新加坡呢, 也都是他都不建议的, 比如你看到阿里显龙, 他就是定期那样跟新加坡那些市民呢, 就讲回这个冠状病毒, 那个爆发的情况, 和他们的计划, 你看到他呢, 都是没有戴口罩的, 他们也都呢, 在那个报告里面呢, 他就说他们是依从世卫, 就在一个社区那里, 就不戴口罩, 那么他也都说呢, 不单只是新加坡, 他说在美国和澳洲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呢, 那就是美国, 美国呢, 也都看到了, 他说, don't need to wear mask, in the community, 那如果你再看, 你上网看到他很多资料, 关于这个冠状病毒, COVID-19, 那个常常问的问答, 他那里都是说不建议的, 那么再近一点了, 台湾了, 台湾呢, 上网也都看到他们说, 日常生活其实不用戴口罩, 那么这两位呢, 都是卫生署和感染控制的专家来的, 他们都有呢, 不同的海报啊, 他说如果学生, 他又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就来会上学的了, 那么就如果是他有发烧呢, 或者有呼吸道的症状呢, 他最好都是留在家了, 就不要说上学了, 那另外呢, 他们有很多, 很多这些海报呢, 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如果世卫了, 世卫呢, 他们如果上网呢, 他们有中英的poster, 就是那些海报呢, 就教人家, 怎样做, 怎样用, 还有怎样去除, 还有戴口罩的, 那么他说呢,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呢, 就是当你要照顾一个感染的病人, 你才需要戴口罩的, 如果你是有个咳嗽, 咳嗽, 还有打嗤痴的时候呢, 你都要戴的, 但是呢, 刚才都说了, 不是就这样带了, 你以为有个防护, 就完全做得最好, 做了的了, 其实呢, 更重要呢, 我们的手呢, 不要经常有些小动作, 擦眼, 擦鼻啊, 还有呢, 我们定期, 常常都要做一个守卫生, 如果是你有酒精搓手液, 好像我们时时都带着一些, 在身根, 就拿出来就可以擦了, 或者你如果在家, 就是用肩和水, 都可以洗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 你戴的时候呢, 就要做了所谓的生先戴, 戴呢, 就要盖好, 脱的时候呢, 又是不要斗在前面, 那我稍后会很快地示范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世卫呢, 直接它有中文的, 那你们也都可以上去download的, 那里面呢, 它又指引, 什么时候你要戴, 那还有呢, 你是怎么戴, 那这个呢, 就是世卫那个油纸, 那现在呢, 不如我就用很少时间, 很快地去做一做那个守卫生, 还有戴这个口罩的, 那你戴口罩的时候呢, 你要看到, 一个口罩呢, 它要三层的, 才可以做保护的, 上边呢, 一定是要有一个铁线, 因为呢, 那才带到个口罩, 是好的, 那开始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做守卫生, 那就摺好手, 摺好手, 手指公, 指尖, 全部摺好了, 那然后呢, 又对翻住, 有颜色那边呢, 为什么有颜色呢, 因为它是防水的, 变了有些分泌物, 有咳嗽, 有些飞沫都可以挡住的, 那然后呢, 你对正个鼻那边, 弯了两个耳朵, 那这里呢, 那然后呢, 你就可以包起了那个下巴, 那你看到这里呢, 你看一下, 这里没有洞的, 那你就做好了, 戴这个口罩了, 那如果口罩呢, 里面濕, 就要换的了, 很多人就说, 什么时候换呢, 因为里面濕就换,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那块呢, 是很薄的纸来的, 那我们有些呼吸呢, 就有些湿气在那里的, 那它湿的时候呢, 你一定只要换的, 那好了, 换的时候呢, 最好呢, 你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也都是呢, 你要做守卫生, 做守卫生先, 特别呢, 如果你是, 譬如家居隔离啊, 或者你是接触了有一个, 怀疑啊, 那你就最好做了守卫生先, 做完守卫生呢, 那你不要斗前面了, 因为很可能有些人呢, 就咳了你那里, 你又不知道怎么碰, 那所以呢, 你只是用着手指, 那样拿了出来, 那又立刻, 放在一个有盖的垃圾桶, 或者在一个垃圾桶里, 那就现在当这里是垃圾桶, 因为我是健康的, 那然后呢, 我就再要做守卫生了, 因为我会碰到, 那就要再做守卫生, 那就是做完了, 我应该要戴啦, 脱啦, 口罩的整件事啦, 那我今天讲到这么多, 多谢, 那或者我补充回介绍, 程女士就是, 程继妍女士, 世界卫生组织, 传染病流行病学, 及控制合作中心的首席, 感控顾理顾问, 那就很多谢, 司徒教授, 和程女士, 讲完之后, 那个正确的意识, 和有世卫的, 有科学, 有实证的指引, 那我们是会提高我们的预防, 但是大家不需要惊恐, 不需要太过度去panic, 英文所谓, 那我们当然就会善用, 我们这些的预防的设施, 口罩等等, 就不是用得不好, 反而还会, 不是做到那个正确的防疫的控制, 那事不宜迟, 我们或者, 我们现在去, 我们现在就skype, 就去video, 去邀请我们一位的, Professor Didier Petek, 他就是director of infection control program, University of Geneva Hospital, and faculty of medicine, 即是世卫的一位的, 日来瓦的一位的教授, 他也是一个, 负责 lead advisor, 在WHO里面, 是怎样做clean your hands, 手部的清洁的, 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 就和Professor I start to video了, Welcome Professor Didier. Yeah, hello, Can you hear m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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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hear you, Go ahead, We can hear you. Sorry? We can hear you. We can hear you, Please go ahead. Okay, can you see me? Yes, we can see you. And Didier Petek和我是一个专家小组来的, Ku is a child is Didier Petek. Didier, Everybody can see you, Everybody can hear you. Say your piece. Okay, Hello everyone, Nice to be with you this morning. I hope you can hear me, And you can eventually see me. It's still relatively dark here, So I hope the light is correct. So it's a pleasure for me to be with you, And to address again the issue of the correct behavior to actually endorse in case of coronavirus Suspicion or in case of correct behavior in the daily day and daily routine. In fact, It is important to recall to each of us that the transmission or the cross transmission of any respiratory virus Is strongly linked to the behavior and in particular strongly linked to the daily behavior. When I say daily behavior, I mean first and above all, Hand hygiene. Why? Because we know that respiratory viruses are cross transmitted simply by our hands. They are cross transmitted to ourself and cross transmitted to others through our hands as you all know. Today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and it was published yesterday and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at's the coronary virus 2019 that we are all talking about is found in high quantity in the saliva and certainly in the nasal secretion secretions. Which means that by touching yourself, touching your mouth, touching your nose and touching others or touching your eyes, You may very well cross transmit. So,I would like to remind to all of you the very key importance of right behavior. In case you feel some symptoms, in case you feel like a little dizzy, a little sickness, you have to perform hand hygiene on a very regular basis. And you have to perform hand hygiene in particular right after touching your mouth, your nose or your eyes or anything in your environment while you can tell people could be eventually sick around you. However, the good news is that coronavirus 2019 is another of those respiratory viruses. And these respiratory viruses are very easy to kill with very simple hand washing with soap and water or with alcohol-based hand rub. And they are also very easy to prevent and they are also very easy to prevent by very simple maneuvers such as social distancing. So,if anybody is or appears to be sick around you, social distancing and hand hygiene, whether by soap and water or alcohol-based hand rub, would be a last to prevent cross transmission. When I say social distancing, I'm referring to a distance of one matter between people. Of course, in some conditions, when you are coming close to people and if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m and you suspect that they could be sick of any respiratory viruses, including coronaviruses, And it's clear that using a mask in these conditions can help. But this is only in these conditions that using a mask would be useful. The rest of the time, it is actually not useful. And simple behavior may simply help. So,not knowing exactly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mission, I would like to certainly stop here and be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 But my take-home message being very simple. Upper respiratory viruses, as you know, all and as we need all to remember to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are very easy to stop. And in this case of coronavirus 2019, it is not different as what we have seen before. Thank you, Professor Sir Didier. Please stay online. I'm sure there will be questions seeking your advice and wisdom. Yes,I am staying online. Thank you,Professor Didier. Allow us to continue in our mother tongue of Cantonese for the moment. So,司徒教授,程女士, 我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相信你們有沒有其他的信息很快地給傳媒朋友帶給香港市民? 其實我們香港已經做得挺足的,跟著世衛的指引。 是,這些是,重新一句,是有科學實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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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在我們的社區裡,都跟武漢,其他地方的情況不盡一樣。 只我們繼續做得好, 這個剛才Professor Sir Didier,司徒教授,程女士說的, 適當的搜捕的護理, 適當的,我強調是適當的,appropriate用的防護設施。 還有,在這段非常時期,做一個適當的social distancing。 我們應該可以打贏這場仗的。 待會有時間給各位傳媒朋友再提問。 我們現在呢,就會,就說一說少少, 怎樣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招待會, 希望我們做到呢,就是我們的, 希望我們做到這個醫聯同心抗疫護香港。 希望就想請到其他幾位專家的朋友, 都向大家鼓勵,打氣,說些說話。 希望可以支持到大家。 那我先請坐在我左手邊的, 蔡振興醫生, 我們香港醫學組織聯會秘書長。 那他也都可以, 和大家講一下, 在這個, 這個情況之下, 當其不同的, 我們的社會, 的朋友, 或者有些不同的意見, 怎樣包容這麼多不同的意見, 齊心香港, one team,one heart, 去打一場仗。 蔡醫生。 好, 那在這裡呢, 其實我都是呼籲我們自己, 無論醫生,護士, 專職醫療, 和我們醫院裏面, 很多不同的同事, 那在這一場的疫症裏面,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敵人, 那個敵人呢, 就是這個病毒。 那我們希望呢, 在這個時間呢, 都呼籲, 我們都是大家, 忠知盛盛, 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間, 我們更加需要大家, 同心協力, 做到呢, 我們能夠, 大家有個心理, 就是我們同坐一條船, 那樣, 我希望呢, 在這個疫症,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都可以打勝, 那麼, 在這裡, 我都是, 再一次呢, 正好說了, 呼籲大家同心, 第二個就是, 叫大家提, 不需要的, 過份的警方, 就是我們這裡呢, 雖然我們好像有一個的疫症, 但是其實同一時間, 我們面對第二個問題, 就是那個驚恐, 就是整個社會, 除了第一個, 就怕有病, 但是其實這個, 那個驚慌的程度呢, 也都令到我們很多的, 無論是市民, 醫護人員, 都可能處於一個驚恐狀態, 我都希望呢, 鼓勵大家, 雖然我們現在是面對一個新的病毒, 我們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知道, 但是我們都不要讓這個驚慌的情緒, 掩蓋了我們應該有的理智, 我們都是基於科學, 基於實證呢, 來面對這一場的疫症, 好, 我各就這麼多, 那補充一句, 就是世衛剛剛司徒教授提到, 很多是做一個好的triaging, 那譬如我們現在, 希望我們香港社會, 有一個好的triaging, 一些的分流, 譬如將來政府, 我們會做一些的分流的診所等等, 其實聽司徒教授程律師說呢, 其實那個風險是絕對是不高的, 司徒教授有沒有補充關於這一方面? 實在我們都做到, 你知道現在人家在酒店, 人家都開始探熱, 沒有證據為這些有幫助, 但是我們都已經做了, 那所以呢, 實在我們分流這些事情, 做得很姿勢的, 那所以, 還有, 都聽過了, 如果你加上social distancing, 差不多沒有什麼機會, 你接觸一個病者, 那絕對將來我們, 希望我們的分流診所, 是做得好一些的, 那我不用怕之後呢, 是對社區的影響, 大家應該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黃醫生, 是不是都同意? 好, 那當然, 蔡醫生也是我們做一些的調解的, 或者, 可以多說一些調解方面的一些, 但我們普羅大眾都可以, 這個期間可以學到的一些知識, 那我就向右邊我們的panel, 右邊, 我們介紹我們這麼多位的專家, 那容許我先介紹, 陸志聰醫生, 大家都認識他了, 他是醫管局的, 港島東的醫療網順監, 那首先, 我們請陸醫生, 或者說幾句打氣的說話, 尤其是我們在前線的, 我們的醫護人員, 那首先, 很感謝, 特別在醫院, 和診所做的同事, 因為都過幾月了, 其實前前後後已經, 很多同事都很擔心, 其實, 昨天, 我有機會在我們醫院急症室, 看到了幾十位同事, 見了兩個多小時, 看到大家的心情是, 一方面, 又覺得是我們的責任, 要去處理疫情, 和照顧病人, 另一方面, 又會有一點擔心, 擔心自己, 也會擔心自己的家人, 舉例, 有些醫生都跟我說, 其實都相信應該是, 做足的保護, 是安全的, 但是, 心理上又有壓力, 所以, 晚上下班, 或者下午下班, 因為急診室, 都不敢回家, 寧願在醫院的宿舍, 或者好像現在我們, 醫管局給了一些, 特別的津貼, 其實都可以在全面租酒店去住, 可以感受到同事的心, 那種矛盾, 所以那個平衡點, 不是那麼容易拿的, 那這裡有一個分享, 就是, 希望大家, 一方面又信任, 和相信科學, 另外呢, 又要, 保持心境的平靜, 對自己又要好, 對其他人又要好, 那另外一個分享, 就是, 剛才司徒永康教授, 和程姑娘都說得很好, 很仔細, 就是, 其實保護自己, 和保護其他人, 其實是一籃子的事情, 所以, 如果要做, 其實由頭做到尾, 就像我今天日本來的, 我戴著口罩來的, 因為我在街上, 我又搭過公共交通等等, 在人物集的地方, 去搭個升降機, 雖然剛才搭升降機, 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 在地鐵, 巴士, 或者是, 在升降機裡面的時候, 其實, 都會多人的, 那你永遠不知道, 隔壁是會怎樣, 是不是? 那在那類的環境的時候, 自己保護自己, 是會, 是應該做的, 那就是, 我剛才坐在這個, 都整個小時, 那其實我都會怎樣呢? 可能我都會, 我鼻子有點癢, 眼睛有點丟尾, 但是, 你見到我, 就完全沒有, 忍住的, 如果真的要做的, 就問周醫生, 拿瓶, 擦一擦手, 那這件事呢, 其實, 做一天, 一個小時是容易的, 但是, 如果天天做, 整天做呢, 其實相信, 對大家來說, 是有壓力, 是很困難的, 那所以呢, 變了, 我自己會, 跟很多同事說, 在醫院做事, 那當然是有一套, 很緊張, 很嚴謹的一個規矩, 大家跟得很好, 到到下班的時候, 或者去到, 換衣服啊, 跟著去到搭車回家, 啊, 那可能是坐地鐵, 可能回到家, 那時候呢, 其實這一套東西, 其實, 要長期做呢, 其實都很大壓力的, 其實是, 但是一定要做, 而且都不只是手, 和口罩, 啊, 我舉一個, 就是, 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去洗手間, 那樣, 那我們一路都鼓勵, 大家沖水的時候, 怎樣呢, 要蓋蓋, 要蓋蓋嘛, 對嗎? 好啦, 那就是, 我自己在醫院,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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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士那裡, 去看的時候呢, 那男士, 你知道, 很多時候都, 啊, 就是, 站位的, 是不是, 那如果坐位的時候, 一定是有些事情做才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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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四届有一届 都没有掩蓋 但反过来说 希望全部都做 但这件事想起是不容易的 因为大家去洗头街想想 可能要整理自己的衣物 又要做很多事情 有时候可能要拿着手机 如果女生可能有手袋 你看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教书或者讲 当然是容易 但做的时候想起都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很多这些事情 我们希望从一个真正确认是同事也好 人也好的角度 你每一天由起床一路去到睡觉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做 怎样将一些科学的东西融入去 令到真的做得到呢 如果发觉有一类的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都上班下班 每一天都可能搭地铁 搭巴士可能一两个小时 然后又搭升级 或者又在工作上 可能面对其他人 或者好像记者朋友都是这样的 那其实你长期戴着一个口罩 长期戴着一瓶手精 其实是会令到你完全做得到刚才那些东西 但是譬如反过来 譬如一个家庭主婦 那我在家是照顾小孩 那我是下街买菜 都可能选一个没那么多人的时侯 我就是下街 半个小时我搞定回来 那一见到多人的时候我就走到一旁 那可能要做足这些东西的压力 又会相对小一点 这个就是我 亦都将这一类的东西 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每一天除了看新闻和社交媒体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那就花点时间去做一下 就是其他东西 那如果收到一些资讯 未确认的 确认了先 那还有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 放在那边先 睡醒觉再再谈 那我分享在这里 好 那多谢陆医生 相信大家都听完陆医生说这番话 都安心了很多 洗手间都有适当的social distancing 那我就相信我们医官局 卫生署的管理层 是出了很多心力 是和大家保护着我们的 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全 请大家都不需要太过担心 我们会尽力大家一起都去打好这场仗 那我就下一位介绍在右手边的 就是周白显医生 他就是香港眼科医学院的前任院长 那他今天都会或者很简约地 那说一说 比如在一些高危一些的市民 或者高危一些的医护 在眼那里的一些防御的一些小小的辞职 周医生 麻烦 谢谢Raymond 大家刚才听见我们几位专家说了口罩 眼呢我们都要保护的 为什么呢 因为理论上眼白那里就是一种黏膜来的 叫做结膜 那既然那个病毒可以侵入你口腔鼻腔的黏膜而入到身体 所以理论上是一样可以经过眼睛的眼白 把那个结膜入到身体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都知道呢 最低限度有两个这样的实例 一个就是北京的专家 另外一个就是武汉的医生 很可能就是经由眼而传染得到的 那我们怎样保护眼呢 亦都是好像口罩了 有点像我都站起身说 那首先呢 你保护眼的那些器具呢 譬如这个 你就要先洗干净它 这个第一保证 谢谢黎教授 保证这个是干净的先 接着呢 就要清洁你的手 用酒精什么都好 你将你的手的所有的表面都擦过之后 让它干了 这样才能保护得够的 然后呢 就这些呢 就戴上去 这样 这个呢 这个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没有颜色 透明 但是呢 它的旁边的保护其实是不够的 那如果你要保护得再周全些呢 我市面上只可以找到这个 就是有颜色的了 那就比较周全了 因为它旁边 旁边 旁边 都有保护 那如果你 还要保护得多些 那就用这个 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都戴着鬼面罩了 那你可以戴着眼镜 戴着这些护镜 再戴着这个 那什么时候要用呢 刚才几位专家都有说过的了 好像口罩那样 你不是整天都要戴的 你一个人在家里 要不要这样戴啊 你要去行山 你要去跑步 在空旷的地方 没有什么人的 你要不要戴呢 那口罩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推出一个 介绍也好 措施也好 都要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这个有没有用 刚才口罩 司徒医生说得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 你用这个器具也好 措施也好 有没有副作用 有没有反作用 你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的危险更高 第三个问题你要答的 行不行得通 做不做得到 香港750万人口 个个都要戴 一日用750万个 十日用7500万个 一个月用2亿几个 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口罩啊 所以 刚才主席都讲过的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呢 是一个敌人 病毒 我们不是对付武汉人 不是对付内地人 但是我补充一个 我们其实有第二个敌人 就是恐慌 所以这个 我们更加要战胜它 要克服它 不要有一些不合理 超乎正常的恐慌 不要去这样抢购 这些什么 从口罩到密 到尺子 这些真是很荒谬的 那 没验到病呢 都已经吓死了 好了 我下来讲这么多 谢谢 谢谢周医生 同意 非常同意 周医生 重新一句 可怕的不是病毒 我们香港经历过 之前很多不长的 不长的病毒 我们都是赢的 我们现在最担心呢 是我们香港不够齐心的 一对球 前锋 六门 后卫 大家都互相一条心 才可以打得赢这一场仗 那我们医疗方面 业界方面 当然有工营 有私营 有大学 我接下来会介绍的 就是我们坐在最右手边那位 黎青龙教授 都不需要多介绍的了 就是香港大学的内科 及肝脏科 广座教授 他都默默地在社区里 都做了很多一些 帮一些 推动一些感染控制 帮一些 弱势者群等等 或者请黎医生 都讲机具 和大家打下气 我们香港可以齐心 团结 多谢黎医生 我带着口袋 因为我不想脱掉 刚才上升 我都要带口袋 我忽然浪败了 我自己的专家都讲过了 最重要是自己 保护自己 如果是适当的用口袋 最重要是洗手 以及去厕所 麻烦你去厕所 我们大学那里的厕所很好 个个都被厕了 100% 还有我自己开门的时候 我一推那些 我就用脚推 用手 所以如果香港人 可以尽量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人 保护全香港 还有我们说 我们医疗人士 我觉得做得很好 他们做得很好 以我所知 所谓罢工 都没有罢工 所以做得很好 我要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下一位我要介绍的 就是顾慧妍女士 当然我们香港医学组织联会 我们140多个学会 其中有一个很大部分的 我们的会员 都是我们的护理界的 顾女士就是我们的 香港护理学院的会长 她都有 除了跟护士打气之外 也都有些讯息 由一个国际的 是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ing 和香港打气的 我交给Ms. Gu 各位大家好 刚才各位专家 都分享了很多 我们一些专业知识 我想讲两个讯息 一就是 刚才讲到厕所 我们看到大学的厕所 看了医院的厕所 因为现在 大家都work at home 我护士的工作 其实是和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的 医食住行 还有现在我们抗疫 叫大家尽量 互相隔离的时候 其实都是影响我们的常生活 我现在多了个习惯 就是晨早 或者下午 就会去行行商场 其中一个注意点 这个是职业病 我又去看公历 平时的公历 都五花八门 但最近我去公历 商场的公历 很多都有这样的 没有100% 90% 80% 所以其实我们香港市民 其实都很努力 很帮忙 大家一起对付这个敌人 那我就说 其实我们都在社区上面 我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我们护理的同业 其实就在医院 在社区 因为我们卫生 Department of Health 都有很多同事 这段时间都很忙碌的 那护士的工作 实际上 真的有很大压力的 但是护士的压力 除了工作之外 还有一个压力 我们回到家 都是家的私家护士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 收到最多的电话 就是打电话来问 有没有口罩买 这个其实都是给到 我们一些压力 所以我们香港护理学会 就是国际护士协会 香港的代表 那我们其实都和世界各地的护士 都有联络的 那首先就是 我们在2月初的时候 就收到国际护士协会主席 就来了一封信 就是为我们香港的护士打气 那还有今年也是 我们护士之母 南丁隔二百岁的生日 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 那就挑战了我们全球的护士 那所以国际护士协会的主席 就很多谢我们香港的同业 还有就是和世界各地的护士 就一起面对这一场疫战 那还有呢 这个疫情 都不是护理一个人做了一切 我们护理其实都 希望呢就好像医联那样 就是和心协力一起去打这一场仗 那我们希望这个 葵心协力去做这件事呢 不是仅是今天坐在那里 而是每一个战场上面 每一个工作单位上面 我们都可以大家这么同心合力 去对付一个敌人 那我们相信呢 那我们香港人的力量呢 是很强的 我们一定会过到 就是做得很好的 那呢 就多谢大家 好 那就 来近的时间呢 我们就会欢迎媒体的朋友 稍后就会提问 那请我们的同事又 博返给Professor Sir Didier 在瑞士绿瓦那里 都听下大家有什么问题了 那当我们博返给Professor Sir Didier 当时呢 我们今次的招待会有三个重点 我觉得希望大家都 我们是很清晰地和大家 希望大家团媒朋友 向公众去传达出去 我们刚才听见几位专家说的 如何如何有效控制 这个疾病在社区全国 另外呢 亦都希望有足够讯息 给到我们的市民呢 怎样保护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比较风险高的市民和医护 还有刚才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 那么多位同事都讲得非常清晰的 就是我们怎样大家在香港齐心 如何乐观抗疫 和维持一个互助的童心 好了 那看一下现在我们博述给Professor Sir Didier 是否有问题 可以先问他 好 好 好 先多谢 Professor Didier are you there? 是的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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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在新闻 很早的时间 在新闻 新闻 我们再次邀请您在新闻 新闻 谢谢您的支持 到新闻 到新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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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用广东话说 我们会做翻译的了 请你介绍你自己 请你介绍你自己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TVB的Vivian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世卫 就继续跟大家说 健康的人就不用戴口罩 因为你对着有病的人才要戴 但是在社区里面 我也不知道隔壁的人 究竟是有没有病 很多那些患者是没有明显病症的 还有香港很多人都要搭巴士 港帖 根本就不会有一个社区的所谓的distance 那我怎样可以不戴口罩呢 还有你觉得你这样说 是不是令到那些人 就让他们不要抢口罩 那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 就是会不会担心 你们send a message 出去的时候就叫那些人 就是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令到那些人会觉得 那现在其实是不用戴口罩 那会不会觉得他们会减少了 那个卫生意识呢 其实令到那个疾病的控制是更加不好 那另外最后一条问题就是 如果那些人没了口罩 那怎么办呢 麻烦你 我看这个 没有问题 但是我看 好问题 但是我看这些 你先问他口 搜卫生的那些 因为他不可以回答你 那么多问题 是不是 他这些问题都不是 正式问那个professor 我们现在这个团 不要紧 有没有一些特别问题 我问那个professor 你怎么能拿着人给其他人 可以问我 可以问我一个问题吗 是的 嗨,professor 这是 这是Nicole 从Hong Kong 我来自国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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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 可以听吗 我可以听你 I need to speak Okay Okay Is this okay for you? It is okay for me Yes Yes My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strategic moment of hand hygiene? Why I'm asking this is that People think that they touch things They hold things, they open the door And those kinds of things can The virus can stay on those things for quite a long moment But should we Do hand hygiene all the time After we touch everything So this is my question for you Do you nee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repeat the question to make sure I really understood what you meant by the question Yes Please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the real indications in daily life To clean your hands in this situation In other words Should you clean your hands all the time all the day Yes The answer is extremely clear For healthcare workers Because we have done these for many years And we know the answers for the healthcare workers And I guess this is obviously not your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for the community Yes Now in the community as you know We are all living on a daily basis With bacteria and viruses on your hands On our face On our body In your In our digestive systems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t a problem To live with these viruses Or bacteria Okay Now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s anytime Your hands Your hands Will come Close to Your What we call mucosa Which means Close to your mouth And I'm making the The gesture for you Close to your nose Close to your eyes Yes And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lso When you are going to touch somebody else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You can easily cross transmit anything And actually What is important Is first Not to contaminate yourself So Not to touch Your nose Not to touch your mouth Not to touch your eye If possible Now You should not be afraid Because Because if you are not In close contact With A patient That is symptomatic Of a disease You Most of the time Will never get sick However In particular In the time Of the influenza season It is clear That you can get Sick a lot easier During the influenza season Then During Any other time Of the year Why is it so Because The influenza virus Could be cross transmitted Even before You get symptomatic Which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coronavirus We are discussing now Now I hope it's clear Up to now For you Now The other The other Very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case That we are discussing Today Is to clean your hands In particular When you Sort of Have the feeling To be sick And are Sneezing Or Sort of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r mouth Your nose And eventually Your eyes Your eyes Could be contaminated But only When the exposure To a sick patient Has lasted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when the exposure Is very very high In its inoculum Crossing a patient With one matter distance That is even Suspected or confirmed To be colonized Or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Will not make you sick This is the close contact With the patient That may Evently Get you sick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Now Come back to your basic questions Because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Are not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y are not really educated To when to clean your hands What we usually say Is You have to clean your hands Every time You got to touch your mouth Mouth Or eventually Your face Or When You a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other person Who may be Sort of Symptomatic of the disease The rest of the time We tell people To clean their hands Simply on a regular basis But not at all After each time You touch Any environment It's absolutely not necessary The other Really Usual advice That we give Is the Advice that your mother teach you Clean your hands before Eating Clean your hands before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If you have eye contact That you have to put in And so on And so on But not Every time Anytime Now In your daily work When you are coming to work When you are coming to enter into contact with people And we shake hand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mind people To clean their hands But this is an advice that we give anytime During regular life And not So specific to any viruses Coronavirus 2019 Is a very easy virus to kill Either with soap and water Or even simple water Or with alcohol based hand rub So in other words To answer simply to your ques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clean your hands all the time The need is to clean your hands according to social interactions That we have everyday In a regular basis And in particular Once you have touched your nose Your mouth And other parts of your body I hope I did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Yes indeed Thank you so much 剛才Professor Didier 解釋得很清楚 Team.です 最後一句 尤其是關鍵性 大家可以在社區的情況 適量地清潔自己的手 ьтеitor thickness 例如妈妈教的 吃饭之前 要洗手 做其他的健康 不要碰那么多 你的眼睛 你的口 你的鼻 这些是习惯来的 改造的习惯 其实一定保护到自己 我都听同事说 其实现在社会做得挺好 现在普通的流感 是不是 都已经因为我们提高了 我们的习惯 已经减少了 甚至乎高峰期 早点退了 我们待会回应TVB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不过或者 我再请在座的 有哪个传媒朋友 想直接提问 Professor Sir Didier 可以中文问 我们应用翻译 Yes Sir Didier Yes So I didn't catch exactly If you ask me your questions on or not Thank you Sir Didier I'm trying just to be a humble translator I'll translate the questions to you if they ask in Cantonese So please stay online Please stay online Yes Okay Okay I understood it was Cantonese And I'm online I will stay online No problem I want to 35% I have acompañ I have acompan лег on maki an ify 是 Professor Didier的 Ok, Professor Didier, at the moment there's no burning questions for you I know you're busy, do you stay online, but you are free to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from your end We can translate any questions to you, later we can provide to the media public so please stay online if you can or if you have other busy urgent issues then please go ahead we now go back to Cantonese to our press in the federation 我们又用回广东话了 那就请各位的传媒朋友 有没有什么提问 或者没有提问之前 我又想请有一位 我们的香港医学组织会的委员 陈振光医生 他又在这里 我想请陈医生 叫大家戒一下烟 是的 没错 其实我有几个重要的信息 想利用这个机会 是都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就是 我们的主席说得很对 就是我们其实是 要很紧张吃烟 因为吸烟就令到整个器官 那个抵抗能力是很差的 就是他们个个都 这些全部的细胞都是 比较傻了 不太会打仗 所以如果是吃烟人士 其实容易免疫菌多过一般人多的 既然有这样的疫情在这里 大家都应该是 花时间去回答 我都希望提出 其实我们一定要是 刚刚说的 Evidence-based 就是一定要是 科学化的去处理某一些问题 我给了两个例子 关于这些是不太科学化的 第一 有些人说 肺炎就是肺签 肺签就是说 如果你深呼吸去吸一下 如果你觉得 那个呼吸都进过 那就不是有肺炎了 这个是传错的 所以这个就不要再传下去了 为什么呢 肺炎就不是肺签 肺炎呢 其实我们看电脑寿苗知道 其实是一个 基本上肺味是有任何的 叫做结构性上的变化 就是里面的肺呢 里面是堆了很多龙在里面 还有很多细胞 发炎细胞 那其实呢 如果是轻微的肺炎呢 其实可以变成全部是可以 到时候 好回是好回的 是没有肺签疗似的 是很严重的肺炎呢 就可能导致到以后 这个以后的 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后 可能变成肺签 那都是局部性 不是全部性 所以呢 是很 就是很 误导性 就是说肺炎就是肺 就是这个这样的 现在你病就是肺签 是完全是不对的 第二呢 就是有人说 喝多点水 喝多点水 把菌冲进去腸胃堂 就不会惹到肺炎了 这个又是特大错特错的 真的又是传媒在那里 就是那个社交媒体在那里传 那为什么又不对呢 因为其实呢 刚才那种任何黏膜 包括口 可以进去就不是 就是去到肺炎 口进去就去到腸胃里面 腸胃里面都可以滋生这些这样的菌 那都可以变成这个 这个叫做腸胃炎 那为什么腸胃炎会走到肺炎 其实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病毒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比如说流感也好 其实可以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在身体里面走着的 一名叫做Viremia 是不是阿斯陀教授 阿斯陀教授 黄医生 是吧 有Viremia这个stage 就是说那些病毒 是全身在走着 在血里面走着的 可能他喜欢肺炎就会走到肺炎了 所以变成其实呢 喝下去 任何黏膜接触到的地方 都可以有机会 是去到肺炎的 所以就不是说 喝到水冲了出来 就不是走到肺炎的 好 谢谢陈医生 陈医生都是我们的空肺科专库医生 香港医学联会的委员 我现在请司徒教授 回应先TVB的记者朋友 问的问题 他问了整个罩 一 by one 好 我可以了 那其实刚才你就说 可以了吗 好 第一条问题 其实我想问 刚才你就说健康的人 就不用戴口罩 除非你们要接触一些有病的人 但是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人 或者有些患者 其实没有明显的病症 其实我不知道隔离那个人 其实他有没有病的 那我怎样可以不用戴口罩呢 那另外那样东西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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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特别 07已经整个ARD之人 经常都听到人 讲这些说得到的 但是我们 最终拿出了证据 就是 如果你没有象征 如果你没有咳咳 你没有流鼻水 那些困点怎么出来呢 明白吧 所以唯一就是 在旁边 我坦白说 如果忽然间有象征 那我最好就是 退后 一只就够了 但是如果 不退后 一米 我要退后一米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要照顾他 那我就要戴口罩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 如果我没有 譬如我不是戴上口罩 也不用完全太害怕 因为如果忽然间 有个人 猛咳得很厉害 我就退后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就很清楚了 但是我也想讲 另外一个观念 大家要知道 戴什么都好 口罩都包括了 是有缺点的 你要知道 戴口罩 不要以为 你一戴了 就完全不安全 戴什么都有缺点 口罩都讲到明白了 我经常见到 很多人戴口罩 经常见的 你知道吗 好在你那个不是骂子 如果你真的骂子 你骂子 你弄骂你的手 你又没有做手卫生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很重要的 你戴口罩 很多人都不知你说什么 这个不是其他缺点 但是戴什么都有缺点 而且又 经常见到人 戴口罩忽然间 掉了下去 没有掌握鼻 有没有说 我真的戴口罩 拔到下来 吃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又拔上去 多不多 是不是 所以 戴什么PPE 都有它的缺点 所以实在 我们在医院 世卫都讲得很清楚 实际师傅都这么教的 如果你不需要 不要戴 特别在医院 我们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戴 最好都当它是立派的 特别在医院 在外面 就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在医院 我们有病人 他会戴在手帚上 所以在医院 我记得 我几十年前 在CDC 我师傅 我还听到他的声音 Don't wear unless you need it 你需要先戴 这个在医院 Once you wear Constantly contaminated 你一戴 就当它是蠻蠻蠻 所以我们脱口罩 我们要做手卫生 再说一句 你说 他坐在旁边 我不知道它是否有象征 完全没有 我再说 我们很相信 没有象征 就不会散掉这个医院 因为这个医院 怎样出来呢 比如 经过很多研究 包括我们现在有COVID-19 如果真的像别人说 没有象征 暂时看所有的资料 是接触了很密 整个星期 例如家庭那些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们明白 拿足够的资料 但是 再说 没有象征怎么弹出来呢 所以 我自己 还有一件事 如果 如果 我退后 突然间 我都明识过 我都明识过 做了这么多年 在医院 我都明识过 有个病人咳在我面上 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你在医院 在医院 我们都叫人做一个 我们叫 risk assessment 你都想想 风险 评估 如果我看到病人咳得很厉害 我一定会带 但是如果我 如果我去到我没有口罩 那 譬如我去到一个 一个 开会 看到人咳得很厉害 我当然不在资格 但是我 就用了口罩 戴着我口罩 去到那些人咳得 我说 朋友啊 麻烦你回家 知道吗 不要在这个会 你知道吗 回家休息了 你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但是师傅都教了 如果我没有预防 忽然间 那又怎样呢 我还不记得我师傅的声音 几十五天 他说 If for some reason you get contaminated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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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洗 你知道吗 脸膜的东西都是洗脚的 所以我再说 好像医毛人那样 刚才 C-C C-6 实际上 我SARS203 我一天都要回家 OK 如果你害怕 洗个凉才回家 我包你 你没事的 你知道吗 洗个凉 回家 因为你一洗 所有什么病毒 什么东西 都会离开你的脸膜 所以如果你真是害怕 做手卫生 如果你害怕 你就尽量找个情况 洗一洗 那应该没事的 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还有第二条问题 刚才一堆问题 不好意思 刚才你讲到 没有需要就不要戴 其实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 我乘巴士 乘地铁禁壁的情况下 是不会有social distance 或者你根本就不会有水洗 隔壁的人是这样 或者你说他剪了一下 你不会立刻弹开 或者你根本弹开 其实这些情况下 你觉得是需不需要戴口罩呢 OK 这个 这个就不是完全答到你 因为 但我都觉得 大部分都答到你 我再说 risk assessment 怎么说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如果现在你是有关心的 你也有口罩戴着 是不是 不是戴着你的口罩 你拿着口罩 如果你去坐巴士 你上到巴士 看见有人咳得很厉害 坐另一个巴士 下楼下 你知道吗 这个阶段 你都看到 世卫都说了 尽量不要接近那些多人的地方 你怎么说尽量 我觉得这两个星期 值得这么想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过了这两个星期 那些 那些 case 降低了 但是 现在 可能这个 风险 评估是很有用的 入房都是要风险评估 那 如果你看到很多人咳 那 很多人说 旧时我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见到 黄医生 握不握手 来 握手 不握 那 为什么我不握 为什么握呢 平常 如果他在咳 我一定跟他握 你知道吗 一定跟他握 但是如果他很健康的 那我知道他很健康的 因为这一两天我们谈了很多 哈哈 哈哈 那实在 我们做人都要这样的 做人呢 完全可以 没有了风险的 对不对 你过马路 你都要用风险评估 你看到大清 涌来 你都过马路 是不是 所以风险评估 是生命的一个本质 你不肯用这种东西 你就要耗光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个研究 就发觉 如果在这个社会里 你没有象征 就不是多处 那你去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 看一看 有人窒 或者来一下 搭帝架 但是 很坦白说 如果没有什么 那副险不是高的 反而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给媒体和普通大众说 就是 如果任何一位市民 觉得他们这一刻 是有一些 跡象的 或者自己是可能会容易 有些感染啊 或者一些小小的 伤风感冒 那些 就请他们真的自己 就预防好 自己就要戴口罩了 自己就不要那么多出街了 自己就做好 就要戴手部的感染了 那中国人都有一个拱手 都是一个礼仪来的 不握手 是拱手 都是有我们一个 很好的 social distancing 之余呢 都保持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文化 一个互相关怀的文化来的 那 那 还有一个问题 不是 我也想说 好似你戴口罩 有缺点 我都说过 如果你戴 戴一个星际 戴一个很厉害的口罩 实际上会更危险 不悶 整天都不悶 做危险 那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老师 再一个问题想问 其实你是这样说 没有需要不要戴 健康的人不要戴 其实会不会担心 令到市民大众 误以为 其实现在真的不用戴口罩了 再减低了他们的卫生意识 麻烦 我先说几句 或者你全部要回答 再说 应当做的事情 刚才sr.d.d.都说了 守卫生 一定要搞人 你知道吗 还有 不需要戴 如果他现在不需要戴 他不戴 怎样减低他的知识 是不是 反而他不需要戴出去戴 不需要戴 就不要戴 所以不会影响他的知识 因为真的 不需要戴 到今天 所有科学研究的资料 在社区里面 如果你是健康 你是健康的人 你戴 真的没有什么证据 是有用的 所以暂时是这样 我认为 主要司徒教授的意思就是 大家是善用的口罩 如果要用 都要明白 他不是一个是100% 如果用得不好 是一个反而有带来一些风险 注重我们自己的手部 卫生 不要碰眼 碰膜 其他地方有病的 自己戴着口罩 自己要开尸 没有这样的影响 而香港现在 我们之前 或者是对SARS 那时候认识不太多 突然对我们 防疫的意识高了很多 在医院的另外一个情况 但是在社区 风险比较低的 大家都是善用 大家都是小心 不是叫大家说 减低这个风险的 不是说 意思是说 减低大家对这个 这个病毒的预防性 而是提高预防性 要适当地做预防 而不需要一个惊恐的 不如给其他传媒 都问多几个问题 先去医院 多位医生好 NOW TV 想主要问陆医生 其实因为 你刚刚都说到 昨天见了一些医护面 他们都有一些压力 很担心 其实医护最大的一个担心 就是觉得装备不够 就是在医院的装备不够 但是其实都在你联网核下 一些东区医院 都不少医护反映 近日有些指引是修改了 包括可能说 一些防水的PPE 现在呢 不是一些高风险的时候 就不可以再穿了 其实想问回 可以确认一下 这件事是否真的 为什么那个指引 可以这么容易改变呢 就是如果这样的意思的话 现在防疫途中 都可以这样改变 是不是以往这么多年 用了那些 其实是浪费了 其实是不需要用这些PPE的呢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 担不担心这个改变 会增加了感染风险 以及令到医医 对医院方面更加没有信心呢 谢谢 谢谢 某个医医部 有些什么 temos 例如施徒永康教授所所说,在不同风险的范围 和做一些不同风险的照顾程序的时候 那个同事应该要有什么保护的装置 其实我们要跟同事说,跟随着临床指引的时候 他使用那个保护移物,这个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移物给他们 反过来,如果我们看到他没有跟随那个指引 反而我们还会提醒他,你不要做 至于刚才你提的那个,我想你是提某一种 最近在社交媒体见到的改了指引 那个很难在这里详细去说 但是笼统地说,所谓改了那个指引 其实是完全跟随了大的细菌感染的指引 所以其实是没有改到的 所以是一个不会好像,其实每一次改任何的指引 都要刚才经过那个专家 就是全医管局的专家小组 是讨论过,平衡过所有东西之后才决定的 而专家小组去建议什么呢? 其实只是考虑科学和病人和同事的安全 好,考虑全货方面我们考虑 就是那个装备不足的时候 是否一个考虑的因素 我们的专家是不会考虑那个存货的因素 但是怎样理解为,你说改变了 但是又没有改变,那其实是有没有改变到的呢? 细节或者之后我再跟你讲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讲哪一个指引 多谢前面,有提问 下一位,这一位 你好,商台 也是想问陆医生 其实就算你联网旗下的医院 其实也有医会人员反映过,装备不足 甚至是一个口罩都要重用很多次 就好像刚才医生说的危险的情况 现在医会人员竟然要面对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也有讲过 昨天和医会人员会面了两个多钟 想问在这个会面里面 医会人员有没有跟你反映过 现在装备不够 令到他们自身的风险更大的问题呢? 就是联网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解决 或者是,就是刚才你说专家小组 不会考虑存货这件事 你是不是确定这个说法是 就是你们不会考虑,只是考虑安全 那如果不考虑存货 那真的没有存货,那有什么保障呢? 时间所限或是有隆医生在会后再答这位 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关系 或者是简直不够 好啊,其实我们一向的和同事沟通 都是说按一个专家的小组的建议 去用保护医物的 那就,那变成呢 是希望适当地用 那那个适当的意思呢,就是跟那个致人 那如果你是做某一个病区 或者是做某一种的治疗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刚才知道永康教授的 就是那个风险评估 是哪一个风险水平就是做什么 那我们作为医院管理层 或者整个医管局的责任 就会提供足够的保护医物呢 就是按着那个方法去使用 那其实如果按着方法去使用呢 现在是不需要担心的 保护医物的供应呢 现在是大家担心的是 供应链的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订了的货 是不是可以如期来呢 那现在由政府去到我们自己的写字楼 都是在做很多功夫 希望翻课的情况是可以理想一些 所以其实主要是那个供应链的问题 那在临床使用呢 其实就是用回那个专家小组 那套整个医管局的指引呢 其实就可以的 那同时担心呢 其实就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特别是这种病都相对是新啦 那如果你以我们联网做例的 因为我们这几天呢 都其实都收了相当多的病人 因为有两个群组的病人 大部分都入了我们联网 那所以在短期内收了那么多病人的时候呢 就其实大家都是有些担心的 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加强了很多沟通呢 就是会跟同事直接会面 那从中考虑多的情况是什么呢 从用口罩呢 其实在看你叫做什么 从用 总之我们在 那从用的一天内饰饭 四五百人带那个 看着病人带那个 那些东西 那其实如果你说 比如你说外科口罩呢 其实刚才我想程姑娘都说了 其实测了就要换的了 那其实如果我们戴那个口罩 举例如果一个同事戴口罩 我相信一般人 可能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口罩都会测 是吧 那测了一定是要换的 好 应该会传媒的朋友时间多一下 我想多用多一些 一些 然后我们再问一遍 你好 应该可以先报的 首先想问问一下黄医生 剛才你說到現在見到19的病毒 暫時都沒有一個大流行的證據出現 但有不同的專家都一直說 感染人數都可能上十萬或甚至百萬計 其實現在這個病毒發展到現在這個情況 有沒有估計那個病毒病患的高峰期 大概是甚麼時候出現 又或者已經出現了沒有 這個大流行是否真的有機會發生 另外也想問一問陸醫生 因為胡協那裏 其實他們展開了保護理行動之後 連續兩天都有涉及聯網的投訴 單計昨天都有18宗涉及兩間醫院的 一些保護裝備 未能夠符合醫管局的防控指引的要求 想問陸醫生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情況 是否真的有裝備不足這個問題 最快可以大概是甚麼時候解決到 因為其中一個指控都說 東區醫院裏面有附壓防不足的情況 陸醫生你可不可以說一說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發生 請問陸醫生 如果陸醫生 我們時間真的有問題 我想 不如 我們今天 這個主任的 信息 想帶給大家 在社區 我們怎樣做好這個問題 和有正確的信息 讓大家 清楚知道我們是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保護到我們的市民 陸醫生我相信一定會 會後會再詳盡答問題 時間所限 我想真的容許多一條問題了 有沒有黃醫生 沒有東西 他問了 哪位傳媒朋友沒有問 這邊 這邊 好了 這位朋友 其實就想問 昨天 你是哪位 韋韋哲成 Cable TV Grace 你好 都想問一下 昨天 Kong Yu 深圳醫院 有用一些廚房紙 或者紙巾 自製口罩 那麽多位專家 醫生在這裏 其實又對那一種 自製口罩有什麽看法 其實真的 很多人都撲不到口罩 是不是真的寧願 自製這樣做 還是建議 好像你們剛剛所說 都是說 用得其所 要不就不戴呢 或者等醫生回答 我都還有一條問題想問 我先回答 不是 我先回答我 我先回答 好 不是 我這裏 真是想 世衛都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是健康人 不需要用 如果你是病 用 如果你照顧一個人 有象徵的 你會用 這些 這樣的情況呢 你不可以再用 不可以reuse的 我昨天也有看電視 就是Consumer Council教你怎麽弄 他都講到明 這個如果你是根實 真的照顧病人呢 麻煩你不要用 我又講完一句 當我在世衛那時談 都有提過一件事 因為他們都承認 你要知道 世衛剛才我給你看的那些指引 是講著有科學 有真實的情況 如果真是有個病人 如果真是有傳染可能 那個情況你就跟世衛 世衛就很有把握 講完這些東西出來 那世衛 當我們那些專家小組談的時候 都有講 如果 我用英文講先 如果有些人戴過Mask 因為of personal concern 因為你個人覺得 關注 你知道嗎 你個人覺得關注 你又怕 但不是因為有個人在咳嗽的 世衛都差不多用這個字 如果是有cultural reason 為其他原因你戴 那或者 不是或者 你直接 或者真是可以戴那些指引症那些 還有可以戴一些布 可以再洗的 你知道嗎 但如果你真是接觸著一個人 你自己有象徵 最好就戴回你現在戴的那些 medical surgical mask 還有如果你真是 好像我們醫生 真是照顧一些 我就不會真是 走去家裏剪就剪去弄了 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用法 所以去到這裏都是鼓勵大家 如果你不需要用 就不要用了 那變成可以留下真的需要那個時間 我自己呢 真的 我不是用很多口罩而已 因為我健康我不用的 所以我在家裏真的有一兩盒 我都用不完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真是跟足 世衛的東西說 還有如果你真是為了 好像我說 personal concern 因為個人的關注 那個關注呢 你就或者可以用那些 自己弄啊 用布啊 可以再洗的那些 那些情況 多謝 那麼多謝大家 時間所限 哎 還有一條問題 好快 好快 時間所限 我們真是其他專家 都要有其他公務在身的了 那或者請你們再接觸 我們幾位的專家的朋友 在這個記者集團會之後 他們很樂意在大家 做回答問題 我想請我們的醫學集團會的會長 習偉廣醫生再 或者做一個多謝 或者一個總結 那今天呢 就是 很多謝那位傳媒的朋友 也都很多謝在座的 就是 我們的專家 以及一些 我們醫院管理方面的人士 來 支持我們今天的 就是 記者招待會 那我相信呢 就是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希望大家 就可以重新合力 就是 一起去 面對這個 這樣的 在一個艱難的時候 就是 重新協力的 還有 也是叫做 大家要 頭腦要比較 冷靜些 還有呢 就是要用一個 精進的思維 去面對這個 疫情的 那在這裏 首先 再多謝大家 那如果將來再有機會的話 再邀請大家 再上來 那在這裏 到此為止 我們會拍一張照 好 好 多謝大家 我會拍一張照 後來 我會拍一張照 我們會拍照 你們會拍照 他 應該是沒有 他沒拍照 站好 快點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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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拍照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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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現在要問六個 我們會在訪問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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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訪問六個 我們會在訪問六個 我們會在訪問六個 法定人數不足 可以找你 你會找你 Casting 1,2,3 1,2,3,4 1,2,3,4 CM1,2,3,2,3 那是誰懂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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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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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一點 是否大家可以 那一點 要矮一點 想問醫護裝備方面 現在是否有些醫護人員 可能不想穿這些衣服 還有是否有些口罩 即是每天只可以用一個 其實總之 我們現在是有一套 等專家使用 使用好衣物的指引 這一套指引 根據工藝部 根據工藝的方法 考慮了 運動幾個因素之後 所以每一位同志 每一位同志 每一位同志 手用的工藝 是一套的 供足教育的衣物給他 所以也不需要擔心 貿易同志 亦收到投訴 患容量裏面 未能夠根據 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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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是有個別的情況 同志 是說 根指引使用都拿不到 其實我們很關心 我們每一間醫院 都有自己的機制去處理 例如拿東區醫院做例 其實我們有了好幾條 的24小時的熱線 另外 我們也找了 有兩位的一些 員工大使 一位醫生一位護士 他們也會幫忙 就是說 凡春如果有其他同志 使用到衣物 有問題 其實24小時可以找他們 而那兩位同志 都24小時可以找我 和其他人 希望確保不會有 剛才你說的情況出現 至於你說東區醫院的負額房 那裏呢 其實呢 我們因為有 不同的病區 都會有負額房的 那有一些負額房 我們是專門修 懷疑和確診的個案的 那另外也都會有 其他病區 比如說 急症室啊 或者深切治療部 會有部分的病區 我們是特意裝修了 那裡的負額房的 那所以整體呢 其實是足夠的 那你說會不會 突然間 拿急症室做例 就是很多病人 一起來 那我們在急症室有兩個 那如果有第三、第四、第五個 那他們不可以在負額房 那在負額房 其實我們是做一個 急症室的那個 復古和照顧 那如果他沒事的 那就收回家 那如果要進去 正式入住醫院的 那我們醫院的負額房 是沒有用完的 那至於等著看那些檢 那我們都有分流的 我們會把病人 在一些額外的 另外的地方 那那些地方呢 就是在通風 和和其他病人的距離 那樣東西都合乎那個標準 那在網上呢 就是因為 不知道在通風 或者是不同的醫院 其實收到過 對於裝備的指引 都會不一樣 就是這個問題 很辛苦 都會有很多指引 可能是在通風 方面有些問題 那另外 另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陸先生 陸先生 看一看 陸先生 陸先生 所以那套指引 是這樣來定出來的 那當然 去到每一間醫院 每一個病區 可能會有少少的 改動都不出奇的 因為大家的病房的大小 流程 那個 就是 醫的病人 那個種類 全部東西都有少少不同 但是那些是微條來的 那些不會是一些很大型的不同 那也都有不同的間期 譬如你拿回急症室做例 那譬如A間 B間 就是早間和中間 那個上班的同時的數目 當然是會多過夜間 那如果早間和中間的時候 那人上班的同時多的 那就可以分開 A、B組的機會就大些了 但是譬如夜間 那是少些同時上班的 就分不了了 那可能同一組 所有的同事都要準備好 哪一類的病人都要照顧 那我們的微調呢 就會在這一類的情況那裡微調 但是基本上 全個醫管局 同一個臨床照顧的地方 那個致印是一致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是保險方面的 消費裝備 其實有不少同事都跟我們說的 說可不可以自攜裝備 那我跟同事說的就是 第一件事 我們最擔心的是 那個裝備 保不保護到同事 沒有東西更重要的 那譬如你自己買的時候 究竟怎樣確保 買那個是真貨呢 是真是好像那個盒的面說 是真是那些東西來呢 那其實買家 即是同事雖然是醫護 都未必認識的 是吧 那所以呢 首先呢我們會鼓勵同事就是說 如果你有些東西買了回來 想自己用呢 你給我們看一看 那我們有細菌感染做 也都有採購做 那我們很快可以看到的了 那如果我們覺得 有 即是對那個買回來的保護衣物 是能夠給到意見 我們會給的 那但是我想強調就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跟回我們的指引使用的 保護衣物呢 我們是有責任 也都有能力去提供給同事的 其實不存在需要大家自己買的 但是如果大家 因為其他的原因自己買呢 我就最重要的那個建議就是 就是說給我們看一看 要確保那個保護衣物呢 真是可以做到那個保護衣物 原本想著的保護的作用才不可以 如果不是 比如舉例 如果那個口罩做例呢 那個口罩應該是有這個程度的保護 但是原來那個口罩 買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可能是儲存了 或者是爛了大家都不知道 這樣的時候 那你戴著那個口罩 就以為那個口罩保護到你 那才是危險的 至於保險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如果你有用我們那個 用回我們提供的保護衣物 絕對不擔心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自己買的 給我們看過的時候 那我們也確認過 那其實也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但是我想強調都是 最重要的是同事的保護 想問一下 東區醫院 其實見到 就是剛剛你講到 其實現在有些護士都很擔心這些情況 那你就跟他們溝通過 那會不會在這裏 考慮直接公佈現在東區醫院 或者港島東醫院 他們有的 所以PPE 裝備等傳播呢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現在可能都會叫他們 他家裡都擔心 是會提供Subsidies 給他們去酒店 那想問一下 是不是將這個隔離的責任 轉嫁給了酒店呢 那公共有沒有提供 足夠裝備的酒店 或者充足的指引給他們呢 那其實這樣的 其實如果我們 我講到東聯網了 不是只是局東區醫院 其實我們在倉裏面 擁有的保護醫民的數字呢 其實我們是擺在醫院的內聯網裏面的 那是每一天 點好數之後都擺的 那所以是我們現在 我們聯網有9200個同事 其實每一位 他只要上去內聯網裏面都看到的 那我們也都因為我們現在差不多 都一個禮拜都做可能兩三場的 公開的員工的大會的 那這些數字呢 也都會在那個員工大會上呢 是直接跟所有職員說的 所以擁有多少 譬如說N95啊 外方口罩啊等等的數字呢 那個透明度是在那裡的 那再加上 剛才我講了 有好幾條的24小時熱線 另外也都有醫生護士呢 是義務地去扮演員工溝通 就是那個員工大使的角色呢 那我希望這樣加上呢 是會令到大家 對於保護衣物啊 或者其他東西的問題啊 疑鬥呢 可以解決咯 那至於你說 住屋那裏呢 我們呢 每個 我們現在的政策就是說 如果在高危的病區那裏服務的 那我們呢 是會提供一個住宿 如果是個同事是想說 我不想回家了 我想去醫院住宿 那我們呢 如果在東區來講 我們有一百宗這間房 其實是單人房來的 那變了呢 就現在就滿了的了 那整個醫管局呢 因為我們是因應最近這件事呢 這個肺炎的情況呢 我們是引入了那個租屋的津協 那如果租屋津協的那個目的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不同的醫院 可能不夠那個隔離那些住宿房呢 是給同事去住的 那也都有同事可能是不想在住宿房住的 其實是我想在外面租樓住的 那於是他就可以用這個津貼去做這件事 那暫時來講就各有各的選擇 就是有些同事是喜歡在醫院的房間那裏住的 那有些呢就選擇是在住宿房 就是想問回呢 剛才有那個 其實沒有隔離裝備 沒有足夠的選擇隔離裝備呢 其實如果想辦法 其實有機會會令到 本來全過年都會增強呢 因為呢 那個做高危區的同事呢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隔離的 其實不過因為他們在那個高危的病區那裏工作呢 那個壓力很好 因為要照顧一些疑似或者確診的病毒 所以如果他們選擇說 我又擔心我不想回家 那我們就提供了那個住宿給他們 事實上有不少的同事是選擇回家的 其實就是 想問回就是在東區醫院口罩的問題 就是有醫護說說重用 就是要重用一個口罩 一天才能重用 或者有限制過數 可以說一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另外就是 剛才也提過很多次 就說 現在都是根仔人指引使用的話 是足夠的 想問在疫情 今次疫情前後 指引有沒有改變過 或者會不會說 就是面對某一些病疫的時候 就是疫情前後 他們指引上要他們穿的裝備是有分別的情況呢 可不可以說 因為這一個都是一個新的病 變了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那些指引呢 是一路的專家都會因應其他地方 以致香港那個臨床經驗呢 他有調節的 這個是有的 這樣就 每一次調節呢 都是考慮了剛才講的那些因素的了 科學的因素 實際那個治療的經驗 無論是本地 無論是內地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 那由於那些專家呢 是有微生物學的專家 也都有不同專科的專家的 有內科 急症室的同事啊 疑科等等那樣 那是考慮了所有因素才改的 那如果是改的時候呢 也都是有個正式的一個渠道呢 是去通知了全醫管局的所有職員 那至於你說 會不會有一些口罩要翻用啊 或者是怎樣那些呢 其實原則我們是沒有改過的 那就變了在每一個口罩 其實應該幾時要換呢 剛才幾位教授都有講 例如一個口罩 例如拿外科口罩容易講些 那如果濕了的 那其實會是影響了那個保護功能的了 那如果你影響了保護功能的時候 就一定要換的了 那至於怎樣才為之濕呢 那帶那個同事才知道的嘛 其他人看不到的嘛 如果是裏面濕 如果外面濕當然是 譬如說有個頂鈎噌 噴到口罩濕了 那當然是要換的 那所以是用回這些這樣的原則 但如果譬如說真的濕了 那一天之間限它換多少個呢 我們沒有政策限的 如果…我舉例 如果一個同事去做一個 譬如說做一個高危的 一個治療 譬如說俗稱插口 那這個相當高危 那如果它做了之後 那那一組的保護衣物 跟著它是第二個病人到的 那就除非這兩個病 是絕對一樣那種病 如果不是它一定要換過 那這個我希望這個例 就可以解釋到的 那我想今天談到這麼多先 那來最後呢 我想問一下 剛剛都說見過那些前世紀會 想知道他們那個士氣其實是怎樣 或者日本會不會被其他的措施 去激勵回大家 那我呢 其實見到那些同事 天天這樣去照顧病人 我自己很感動的 因為我每一次見那些同事 其實都覺得大家 心是很想去醫好這個病人 那同時間呢 矛盾點也是 可能有部份的病人 其實又有帶一個傳染性 而這隻病呢 也都是一個新的病 那你都會擔心自己 或者擔心自己的家人 那所以那種心情呢 其實是有些複雜的 那所以我們呢 就在保護衣物 在溝通 這裏一定要做到足 要令到大家呢 要安心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 林林總總的其他的 一些支援和故事 我們都希望做多些 所以也都是這樣 才會推出那個 廚房的那個 租住的那個進展 那也都很多謝社會國界呢 其實很多支持給我們 由實質的一些 尤其是很多人送口罩給我們 根本就 他有別的禮物啊 心意啊 那這樣 也都會幫我們打氣 那這裏我們都很多謝 那同事的憂慮呢 其實是有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為何要建立這麼多 就是那些要七成二十四 就是隨時都要有的渠道 給同事問事 還有要很快要解決 那後勤方面 在保護衣物的處理呢 我們是做很多平時 我們未必會 或不能夠做的一些方法去做 希望令到大家安心 好的 請問一試 跟著 接著試的建議 就是健康者不用帶好袖 但是香港市民不一定知道自己 平衡那道具的福利 再帶了 好 OK 好 好 撿飲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